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动态 随着选举日的逼近 川普和贺锦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双方的支持者们都在全力以赴争取每一张选票 尤其是七大摇摆州的选民 将成为决定谁能入主白宫的关键 此外 佛罗里达州近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因为热带风暴米尔顿正在迅速增强 预计将为该州带来严重的风暴潮和降雨 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呼吁居民做好准备 并开始疏散低洼地区的民众 在这样紧张的时刻 选民们对于经济 移民等议题的关注也在不断上升 未来几周的选情将会如何变化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络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计时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与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选情 如同豪沟战 竞争激烈且胶着 两位候选人都在关键摇摆州如宾州进行造势 川普重返曾遭遇刺杀的地点 并邀请马斯克助阵 强化其选情 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宾州紧微府领先川普 双方在多个摇摆州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 显示出选民的选择将对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BBC指出 七个摇摆州的选民将决定谁能入主白宫 尤其是密歇根州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被视为重中之重 这些州的选民在历史上常常一致支持统一候选人 能赢得这些州的候选人有极大机会胜选 两位候选人在这些州投放巨额广告 争取选民支持 显示出摇摆州在选举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选情愈发紧张 双方都在全力以赴争取每一票 经济学人分析 经济问题将是影响选民投票意向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 贺锦丽和川普在不同议题上的立场和表现 将直接影响摇摆州选民的选择 此外 近期飓风和中东局势的变化 也可能对选情产生重大影响 选民的反应将成为双方候选人胜负的关键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所有因素都在不断变化 投票结果将是对美国未来方向的重要指引 网络新闻报道 佛罗里达州在周日10月6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以应对迅速增强的热带风暴米尔顿 该风暴已升级为一级飓风 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51个县的居民需做好准备 预计米尔顿将在周一晚上增强为三级飓风 带来可能致命的风暴潮和极端降雨 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达4到8英寸 这相当于迈阿密一个月的降雨量 德桑蒂斯和应急管理部门 负责人凯文格斯利呼吁居民 尽快完成风暴准备 并了解自己的疏散区域 随着飓风临近 部分地区已开始疏散民众并关闭学校 确保人们安全远离海岸和低洼地区 德桑蒂斯警告说 风暴可能会造成比之前的海伦飓风更大的破坏 海伦曾造成500英里的损失和220多人的死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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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